去年11月份,一艘装满煤焦油的船只停在了我国江苏的如高口岸 经海关鉴定,船只上的货物是近3346吨的洋垃圾 对此,中国表示拒不接受 最后这艘装满洋垃圾的船只只能退运出境 自从中国禁止洋垃圾的入口后 就有不少国家纷纷开始抱怨 甚至还指责中国不讲道义 这种恶人先告状的情况实在是让人气愤不已 你们国家的垃圾自己处理不好 都让我们中国处理 你们还有理了,这究竟是谁不讲道义 那么,这些国家为什么自己不处理垃圾 而是都往中国出口呢? 我国为什么从前愿意接受这些洋垃圾 现在又严令拒绝呢? 新来的观众朋友们可以点点赞加个关注 您的喜欢就是我最大的动力 在中国洋垃圾禁令颁布之前 每年都会有很多国家向中国出口大量的洋垃圾 据不安全统计,全球每年都会产生5亿多吨的电子垃圾 令人惊讶的是,这些电子垃圾中的70%都会被运送到中国 仅2016年,我国进口的洋垃圾就已经高达730万吨 可是中国为什么甘愿成为别的国家的垃圾厂呢? 每年都进口如此多的洋垃圾 我们自己国家的垃圾难道还不够多吗? 其实啊,我们国家这么做是有原因的 而且我国进口的洋垃圾也并不是我们以为的那些乱七八糟 又脏又臭的垃圾 而是一些废旧的电器或塑料 上世纪80年代,中国就已经开始进口洋垃圾了 因为彼时国家开始迅速发展的同时 各个行业对原材料的需求也都非常大 但是生产塑料的原料一般都是在欧美国家 我国在这一方面并没有很强的生产能力 如果中国花大量的资金去购买这些原材料 是非常不划算的 所以为了节约成本,加速生产 我国才会从国外进口一些废塑料 对其进行加工处理 在天津口岸,登陆的塑料会先被送到河北的某些小工厂里 融化加工成塑料颗粒 紧接着,这些塑料颗粒又会被送到浙江 跟其他塑料颗粒一起合成之后 就能够造出打火机的外壳 很快,这些外壳就会被运到江苏组装成打火机 最后,这些打火机会被全部打包 装船,送到国外进行售卖 因为制造过程中使用的塑料都是进口的洋垃圾 所以这些原料根本就不值几个钱 再加上整条产业链的联系非常紧密 因此,短短20年的时间 中国的垃圾进口数就已经暴涨了10倍 从原来的400万到500万吨 增长到了4500万吨 这个速度是非常快的 正因如此,我国也成了名副其实的垃圾工厂 但是,随着国家的发展 进口洋垃圾的弊端也慢慢地显露了出来 因为大量的洋垃圾都囤积在我国境内 处理的方式稍有不当啊 就会对环境造成严重破坏 从前人们对塑料垃圾最常见的处理方式就是焚烧 然而焚烧时产生的大量气体不但会污染大气环境 还会危害水体和土壤环境 如果直接对其掩埋、丢弃 更是会增加环境的负担 几十年间,地球上一半的垃圾都被运到了中国 汽水瓶、食物包装袋、塑料制品 被其他国家源源不断地送往中国 为了保护中国的生态环境和人民健康 中国在2017年发布了禁止洋垃圾入境的管理实施方案 全面禁止四类24种洋垃圾进入中国 而且随着我国国力的提升 我们已经不需要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来换取经济增长了 中国实施洋垃圾禁命后 不少洋垃圾出口大国都受到了不小的影响 不少国家为了解决洋垃圾问题 开始向其他国家出口 据美国NPR统计 仅仅一年 美国向泰国的塑料垃圾出口数量 就已经飙升到了原来的70倍 不仅如此 美国对马来西亚的出口数量也在与日俱增 然而东南亚各国对塑料的处理能力很快就超出了限额 就连面积不大 人口众多的韩国 也因我国的洋垃圾禁令 引发了一场比较严重的垃圾骚乱 中国禁令颁布后 因为回收场无力可图 韩国首尔 仁川等地区的大部分垃圾分类和垃圾轻运公司 开始命令宣布不再回收部分餐盒 以及PET塑料瓶等塑料垃圾 除此之外 韩国的部分小区也贴出了告示 明确表示 小区将不再接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甚至大言不惭地指责中国 说中国这样的行为 已经严重干扰了 全球废旧物资的供应链 这对废旧物资的处理 和再利用非常不利 这个说法真的是可笑呀 他们自己国家的垃圾 自己不处理 为什么还能够理直气壮地 指责别人呢 难道中国不愿意 再做他们的垃圾厂 还有错了吗 实际上啊 除了中国 先后还有不少国家 也纷纷加入了 拒绝洋垃圾进口的队伍 印尼就曾经将79个 装满洋垃圾的集装箱 退回给了英美两国 马来西亚也宣布 将把450吨的进口垃圾 送回日本 美国等地 就连菲律宾 也坚持将69个 装有违规进口垃圾的 集装箱送回加拿大 不仅如此呀 2019年3月 印度重新修订了 危险废物管理和跨界运输规则 开始全面禁止 固体塑料垃圾的进口 这也让美国又少了一个 主要的洋垃圾回收大国 除了美国呀 英国也遇到了 垃圾难以解决的困境 据不完全统计 英国消费者每年都产生 大约130亿个塑料瓶 不过 以英国的垃圾处理能力来看呀 每年至少有30亿个以上的塑料瓶 都将无法妥善处理 因此 他们就只能对这些 废弃的塑料垃圾 进行焚烧或是填埋 一些没有良心的企业 甚至会直接将这些塑料垃圾 倒入海洋中 很显然 他们的这种行为 是极其不负责任的 将垃圾焚烧填埋 或是倒入海洋之中 都会对生态环境 造成极大的危害 一些国家 与其采取这样的 破坏环境的方式 来一页账目 欺骗自己 倒不如多花点精力 尽快找到 能够解决这一问题的处理方式 为那些废弃的塑料 寻找新的去处 或是新的用途 这才是从根本上 处理废弃塑料的真正方法 而且随着各个国家 对环保问题的重视 日后 愿意进口洋垃圾的国家 只会越来越少 这对于那些 已经习惯于 把洋垃圾出口到 发展中国家的发达国家来说 也是一个不小的挑战 毕竟自己处理洋垃圾又费钱 又容易给国内的环保事业 带来麻烦 就像我国公开声明时说的那样 中国已经在贯彻新的发展理念了 要为着本国人民的健康和环境质量 担起责任 所以不再接受洋垃圾 我国正步入升级转型的关键阶段 因此拒绝洋垃圾 也是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和建设美丽中国的重要举措 我国禁止洋垃圾入境新规定实施后 整体打击力度将会更大 海关总署接连开展了 蓝天2018、蓝天2019专项行动 对洋垃圾形成高压打击态势 值得骄傲的是 这一政策的调整效果非常明显 从海关总署的统计数据来看 2018年 我国进口废塑料、废纸、废金属的数量 已经同比下降43.4% 其中废塑料的进口量降幅更是高达99.1% 仅剩5万吨的进口量 而且在对洋垃圾说不的同时 中国也在再生资源的发展道路上 付出了诸多实践 现如今 福建福州已经有了不少的智能垃圾回收站 这对我国垃圾回收 以及循环经济的发展 起到了非常良好的推进作用 现如今 我国已经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因此 我们要树立良好的大国形象 在提倡生命共同体 命运共同体时 也要起到一个良好的带头作用 一起走向新的发展阶段 我们是断然不能像某些国家一样 将垃圾的回收处理都推到别人的身上 那么 如果是你 你会怎样处理这些洋垃圾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点个关注吧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